大家好 这里是小车劝学 我们大家常常听到一种思维言论 如果你觉得什么什么不好 别抱怨 那你就去努力的改变它 这一期我用我在中国做学生的经历 和我在美国工作的经历 讲一讲为什么这句话不现实 2010年到14年 我在辽宁的读本科 大二的时候 我是汽车与交通学院下属 这个社团车迷协会的会长 主要参与组织汽车知识竞赛 汽车知识讲座 动手能力大赛这些学院活动 这是一个课余的兴趣爱好社团 所以说活动时间都在课余时间 活动内容主要是跟汽车文化 汽车历史有关的 专业课的内容 大家上课直接学就行了 大家都知道 在某些地区 某些特征的某些院校 哪怕是很普通 很轻松的学生课余业余活动 他也要遵照一套完整的ISO流程 学生群众自愿的 早早到场 等待嘉宾入场 主持人依次介绍嘉宾 然后是学院领导致辞 学生鼓掌 学院教授讲话 学生鼓掌 学院辅导员讲话 学生鼓掌 学生会主席或干部讲话 学生鼓掌 然后才可以开始实质的活动内容 这整个过程 宣传部的学生会成员会时不时的举起相机拍摄记录 为日后网页报纸这些头条新闻准备出最佳的封面照片 对台下同学观众有两点要求 第一坐的位置要紧紧围绕在嘉宾席周围 第二到场的观众人数要尽可能多 车迷协会是一个兴趣社团 按道理讲 兴趣是同学作为观众 想不想来的根本原动力 说白了 感兴趣你就来 不感兴趣就不来 非常自然的心理与行为的能动关系 可是为了活动的气氛 或者说宣传效果 会强制同学们在课余时间 必须去参加社团活动 我不知道这个效果是给谁看的 我也不知道谁爱看这些东西 我在大一的时候 也被要求过 必须去这样那样的课外活动做观众 否则影响日常行为评分 影响期末综合素质评定 你说这怎么办 去呗 你问我喜欢吗 我说喜欢的活动我自己会去 不喜欢的活动 我不想被强迫去 我不喜欢 甚至用其他条件来威胁我强迫去 我不喜欢 如果你觉得什么时候不好 不要抱怨 那你就去改变它 好了 开始了 我觉得这个不好 接下来我要努力去改变它 我非常清楚我要改变这个现状需要权力 所以说我并没有在大一的时候以普通同学观众身份去跟学生会辅导办交涉 毕竟这些活动形式习惯 是我在中国辽宁成长过程中从幼儿园到大学整个学生时代活动的仪式的传统 等我到了大二我成了车民协会 我成了车民协会的会长也算有一点小权力了 我要改变它 在某次活动 在某次活动我亲自主持亲自主讲的汽车知识讲座活动中按照往常的流程都走完了 开始到聊车环节了 关灯放了一小段视频 汽车视频 嘉宾领导们趁着关灯屋子里比较黑的这期间就主动离场了 等播放完影片一开灯 家庭席没人了 空了 我一看这领导们也都不在场了 他们肯定也有他们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那我看台下的观众朋友们 这些被学生会被辅导员强制要求必须到场的参加活动的学弟学妹们 可能有很多人也有更重要的事情 或者说他们觉得更开心的事情要做 因为有很多朋友同学除了跟我交流汽车之外 还有一些同学呢 在玩手机 在抱着篮球 在擦网球拍 还有在看书写作业的 我就在台上直接说 我说咱同学们如果有更重要 或者说让你更开心的事 总之你觉得更有意义的是 就直接去做 不必在这里消磨时间 我尊重大家的选择 这是兴趣社团 来去自由的 我作为你们学长 我可以给你们做主的 有的学弟说 自己女朋友在教室外还等他呢 我说你赶紧去找你女朋友去 你可别听你张小车学长在这巴巴瞎把油汽车了 但是呢 以后社团活动 嘉宾领导在场的时候呢 麻烦各位学弟学妹们 咱还是辛苦的配合一下 这有的同学他比较聪明啊 马上心领神会 哥 二屋了 没问题 说完之后抱篮球就跑了 那有的学弟学妹呢 没反应过来 他说那人都走了 那活动也进行不下去了 你看这都被管傻了 把人数跟活动这形式主义都捆绑挂钩了 我说兴趣活动 就是活动内容本身 好玩 有趣 自然来的人就多了 你不喜欢的活动 咱别说学院院长的 就市长省长 逼你在这坐着 你心里也不开心 只是权力上的压制啊 所以你只能在这坐着 你也不敢吭声 多问问你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感受啊 大家都大学生了 该有自己的规划和想法的 开心的去享受青春吧 那学弟学妹们好像听明白了 啊 开心了 接下来这几周啊 我遇到这我们学院的学弟就开始有给我递安的了 有学妹给我分零食 给我买奶茶的 群众基础就上来了 其实就像那陈丹青说的一样啊 那有的孩子啊 读书都读傻了 书本上的知识是好的啊 书的知识不会让你变傻 而是这个教育环境 被家长被学校给管傻了 在家在学校 家长和老师希望你乖乖听话 守规矩 别质疑所谓的权威 等你步入社会了 步入本专业行业领域了 领导和国家就期望你马上能够创新发明创造 你这不扯淡子吗 是不是 就跟让孩子读书的时候别谈恋爱 甚至少跟异性交朋友 一毕业就希望子女能找个合适的配偶 这不都扯淡吗 那回到咱的车民协会这个话题啊 我这做法呢 被个别同学反馈到学院领导那去了 这完了呗 接下来就是思想不成熟 没有大居观 不团结集体 拉拢小群体 自立小山头 用马老师的话讲 就是劝我这个年轻人 耗子为之 好好反思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什么什么不好 那你就去努力的改变它 做了没用啊 还给自己搞的挺被动的 不过顺便意识到了啊 同学喜欢不如老师青睐 群众基础不如领导青睐 在大三年末的优秀学生评选的时候 学院的辅导员呢 将自己的权力展现的比较淋漓尽致啊 综合素质评定这一栏呢 由他来打分 我被明确的告知我的分数会很低 因为我平时没有像积极分子同学一样 常到辅导员的办公室 帮着擦桌子 扫地整理文件 给辅导员打饭啊 买饮料或者跑腿做这些事情 那我该怎么改变呢 抛弃当下的车辆工程学业 改成师范专业 然后投简历来我所在的学院 任职辅导员吗 可能有些人会说啊 要跟更高级别职位的人去反馈 说的好 我问这样朋友一个问题 你和小明发生了矛盾 你想获得公正的评判 你是去找老师还是去找小明他妈 就这一个问题 如果你听不懂 我给大家举一个真人真事的案例 还是我本科大学食堂 10年到14年的时候 还没有普及移动支付 还是充饭卡的 拿着现金到食堂的管理处档口 去给饭卡充钱 考虑到卫生和管理呢 不允许食堂档口收取现金 穿制服的食堂管理人员呢 会在工作期间巡视 但是下午五六点 他们就下班了 所以晚餐时段 晚餐之后这个时段 没人监管 有一个食堂档口的工作人员 就是白天穿制服的管理人员 跟我要现金 我还为了他好 我说这监控 别给你拍下来 违规操作 当时都有处罚单 贴到档口上 谁家收现金了 我说别给你开罚单 我说这行吗 那个阿姨说 别怕孩子 别怕没事 快点快把钱给我 管理人员 自己还承包档口 还切换角色 亲自收钱 亲自乘饭 这幕后都懒去了 装都懒得装了 如果档口出现相关问题 我作为学生 该怎么去改变 发微博 发小视频 什么样的后果 有人可能说 张小车你毕业了 就开始诋毁母校了 OK 我在辽宁的母校 在教学上 授课教师教授 从师德到教学水平 非常好 对我 包括对其他学生都很好 2023年 就今年5月份 我还回去看望了他们 我不爽的是那些生活 和行政上的 愚笨死板的管理方式 我梳理清楚了 教学生活和行政 多方面的 就事论事 可能有人会说 张小车 你在海外生活久了 你这思想都被拐歪了 就偏激了 以上经历 都是我出国前经历的 我出国前就这个性格 不是美国的经历改造我的 出国前 我也没在互联网上乱看 因为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在申请南卡的 克里姆森大学的时候 克里姆森大学的车辆工程 汽车相关专业 在美国真的数一数二 教授很多的学术论文 是在谷歌文献上的 我没有办法去阅读和学习 我也没有办法去跟美国这边 教授交流学术观点 这时候可能有网友说了 国内很多企业和科研机构 还有高校 是可以获得浏览许可的 开展必要的科研和学术工作的 但我读的那个本科学校 它就没这个条件 请问我该如何改变呢 去跟校领导争取会拿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接下来我公平起见 我举一个我在美国工作的真实案例 几年前我在曾经全球最大的车企 做工程师 在我工作期间 我对ADVP测试方案里边的 某一项测试的逻辑 措辞提议优化 在小组中提出了改进方案 并附上了我制作的优化内容 可以提高工程师测试结果的记录效率 但是ADVP测试方案的版本更新 这改进呢 都需要组里的TIE 技术整合集成工程师 他来拍板决定 但他的职能范围里又没有做测试 我们组的TIE 没有给我任何的肯定 或否定的反馈或回馈 而组里的其他同事 私下跟我说 我的改进很好 他们将会在自己的测试中使用 你看美国大车企 组里边我经历的组 这不也这样吗 工程师把测试方案的改进 反馈给领导 领导自己不做测试 改进测试流程 对他自己没什么益处 他反而也不折腾了 就跟本科那个案例 对吧 辅导员和学生会强制大一新生 刻意时间必须参加活动一样 很多事情有权利改变的人 本身不是这个需要改变的内容的参与者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 为了环境或体制更完善 而牺牲自己的安逸现状 甚至不求个人回报而付出代价 那么我们应该尊敬他 只有参与者才能够第一时间 第一现场的感受到困惑和麻烦 提出问题和改进想法 也是为了更高效的合作 也不是说要颠覆谁谁谁 对吧 学生不想被强迫参加集体活动 也不是说我们就要把辅导员 把学生会主席给炒掉 炒鱿鱼 工程师提出工作业务改进方案 也不是说想把组长或者TIE 炒鱿鱼换人 所以说让参与者去改变 面临的是权力权限的死循环 根本就不是说是不喜欢就去改变 这无稽之谈 如果说一个人正在承受一些 无能为力的无奈 甚至痛苦 他只是提出想法或者说抱怨了一些 那么我们应该包容他 劝学各位同学朋友 咱也改变不了别人也改变不了环境 只能改变自己 就像李敖在北大演讲时候说的那样 第一种 怂了 我认了 我躺平了 我摆烂了 爱咋打地了 我就这样 第二种 颠了 跑了 如果所处的环境让自己不舒服 那我就走了 换个环境 生活上离开现在的城市 村镇 换个地方 工作上离开当前的组 换个组 或者说跳槽 换个企业 甚至说换个行业 我也不敢去量化定义 什么样的环境叫好 但是相对来讲 发达 开放 包容的大城市 或者说高等学府 这些地方的管理制度 更加的开明 更尊重人性 权力的分配和相互制约关系 更加的健全和完善 法治环境也更好 愿世界更美好 我是张小车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字幕 李宗盛